就是澳洲防长也讲话了 主要是这件事情 我们昨天有稍微讨论一下 澳洲的海军的护卫舰 经过了日本的专属经济区 然后澳洲的说法是说 这个渔网缠住了他们的螺旋桨 所以就派了潜水人员进去 然后这个时候说中方的宁波舰 然后就慢慢靠近 然后虽然澳洲军舰说有向中方通报 我们正在进行潜水作业 请你保持距离 但是说宁波舰持续逼近 后来开了声纳 你知道这个声纳在海底不得了 这一开之下的把这个潜水人逼出来 而且据说受了轻伤 昨天立将军在现场 他又解释一下这个声纳的一些动能等等 那当然可能是这个耳膜受损 那确实会造成这个头晕啊 听力受损 但是也很诡异 在日本的经济海域 说是这个渔网缠住了螺旋桨 你信吗 他会到这个水里面放什么东西呢 这个我是觉得这个中间疑点是很多 首先就是澳洲军舰跑到日本的经济海域去看 他在那边到底在进行什么作业 是单纯只是因为渔网缠住这个螺旋桨 还是他在做其他的军事行动 是的大家就怀疑这个 对我觉得这个就要去看 因为你说宁波舰为什么那个时候突然要放声纳 我不认为是针对那个潜水员 我认为宁波舰放声纳是要看下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而且按照澳洲的讲法 澳洲是说呢 我已经通知了宁波舰 告诉你我正在进行这个海域 请你保持距离 已经通报了 但是我们看到宁波舰仍然开了这个声纳 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侦探到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 我觉得宁波舰可能是在 可能为什么会接近澳洲军舰 一方面看他在干嘛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之前声纳可能就抓到下面有什么东西 然后澳洲军舰可能在那边做掩护 所以就故意就把它阻挡住 让他不要接近 所以开这个声纳应该是一个考量之后 觉得必须要的一个措施 对啊 因为他要去 他就是针对海底下面的状况 他要去搜索 看下面是有潜舰啊 还是你还在做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 还是你有什么其他的军事部署这些东西 那至于说到底会不会有潜水员因为这样被误伤 我觉得这个因为澳洲的反应其实有点奇怪 就是他只有房长出来讲 然后他们其他也没有特别大做文章 所以这真的是这件东西 我觉得因为目前很多东西不进不实 你声纳 看它是用哪一个评断 然后它当时的功率多大 我觉得这个都会造成 是不是会让这个潜水员受伤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因为就是有一些频率 基本上也不至于导致什么受伤 声纳通常会影响到谁 通常会影响到鲸鱼 因为鲸鱼是靠回升系统的 所以你那个声纳会干扰它的回升系统 那至于说我们人类其实很多声纳的频率 我们是根本听不见的 所以这个是不是真的因为声纳的脉冲 我觉得这个还有待有进一步的证据才能够决定 但是我只是很好奇就是澳洲海军跑到日本的经济水域来 你到底要做什么 因为如果说澳洲最近一直在跟美国一直寻意 但如果你是协同美国寻意的话 你应该是在东海或是在台海附近 或是在南海 那你跑到日本的专属经济水域那边去到底 那真的是日本的专属经济水域吗 我觉得这个中间都有很多问题啦 因为西方的报导常常就是把对自己有利的讲出来 然后对自己不利的东西都隐藏起来 所以我觉得要得到全面的讯息之后才能够判断整个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对他指控跟这个美方的理由很像 不专业不安全 好还有一个这个我请教一下这个苑老师 就是这个马尔蒂夫嘛 马尔蒂夫刚刚新总统这个上任 那这个莫迪几乎是第一个表态 祝贺他当选的 但是没想到他这个一上任 毫不客气的向印度代表 向印度提出了这个撤军的要求 这个就是被重重的打了一棒子 对因为这个印度大家要了解 我们这个叫做次大陆 就是在印度底下 印度这个国家的话 在这个我们一般人的印象当中的话 它的国际关系我们比较少谈到 因为印度你看这个地理位置 它是一个比较 它是比较孤立的地方 但是它对于它周遭的国家的话 就是说二十大战以后的话 发生并吞别的国家的话 像习近被印度吞掉 像什么布丹啊 尼泊尔什么都得听印度的话 印度其实态度是非常高 对于这个西兰那边的话 从来没有放弃 所以说大家产生的这种什么 什么这个 什么什么塔姆泰格斯 什么这种问题 内战都不断 马尔地夫的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大选的结果的话 亲中派上台 亲中派就是这个 这个木一组啊 他这个一上台以后呢 第一件事情呢 他居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情况下 叫印度军队滚蛋 对 印度本身来讲 就没有想到会遭遇到这种待遇 因为实际上 这些国家当中 亲中还是亲义 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 他们觉得亲衣也不对 但是亲中的话呢 至少可以得到贷款啊 那就是说是在这个木一组之前 的那个 就是说 就是现在他在竞选 那之前的话呢 刚好也是亲中的 其实这位新总统在竞选的时候 他的口号就是印度离开嘛 所以他上任之后呢 我们看到 莫迪还是强压了新中的情绪 第一时间发给他贺电 表示莫迪的政治判断 认为说应该还是有转环的余地吧 我印度这么大 你应该不至于吧 那个印度本身来讲的话呢 我刚刚前面强调的重点 就是说印度本身对于自己在地缘关系上的话 他认为他是赤大陆的唯一霸主 就是说对他来讲的话呢 这些人都得乖乖听他的 但是的话呢 马尔蒂夫是个光光胜地 就不理他这一套了 只要一选完以后 马上叫印度军队滚蛋 那现在印度本身来讲 也蛮尴尬的 他也是做了很多努力的 那中国本身长期来讲 我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大陆的外交 大陆外交跟我们的情况还不一样 我们的情况 这外交搞起来都在搞内宣 动不动就突破 动不动就突破 请了一大堆莫名其妙人来这边 花钱就不说了 那实质上的效果对我们来有害 大陆的外交都是压着划水 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其实你刚刚提到 在那个APEC的接见人当中 就是说正式接见 有岸田文雄 那其他像韩国像菲律宾 这不是正式接见 就是偶尔碰到 但是主要的正式接见 就是你要求我就答应 几乎所有的国家 都要求跟习近平见面 那他答应的就是 南美洲的国家 太平洋的岛国 你从这个角度就知道 大陆本身在外交上玩得非常好 就是让人家感觉到 说是平等对待 让人家感觉到平常 投桃报李 就是说这个外交工作 这没有白做 那实际上的话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对这个马拉提夫 都搞不清楚 但是实际上 这是中国在 整个印度的赤大陆中 心脏地带查理科 对 自己是这个长期布局 现在算是一个收获 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最后一会儿的厨房 最后一会儿的顶尔益生菌 吃得很容易 最后一会儿的血量 一会儿的领导 关心一会儿